中超联赛结束了 当然,鲁能和国安还有足鞋杯的任务 不过,目前中超各队的主教员更换也开始进入操作阶段 那么,中超幸存的14支球队和两支升班马球队 那些球队会换帅呢?换帅的概率又有多大呢? 让我们看一下,山东鲁能主教练李肖鹏,换帅概率80%,要说换帅,概率最高的一定是鲁能 别的球队至少没有明确表示要换帅的 但是,小克鲁伊夫,李肖鹏被争调到国家队国足集训队确实众所周知的事情 没办法,李肖鹏这个赛季做得太出色了 木秀鱼林,才可成为栋梁,足协是这么想的 然后李肖鹏要去国字号了,鲁能自然的考虑新的主帅人选 当然,没有最终公布之前,一切都有变数 上海生花主教练吴金贵,换帅概率75%,赛季中期生花方面就有换帅的消息 但在赛季末期,生花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这就意味着,无尽鬼流量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生花换帅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大连一帮主教练舒斯特尔,换帅概率50%,赛季中期找教练的 除了群解和生花之外,还有大连一帮 其实,个人认为舒斯特尔执教不错 他本身就是中途上阵,做得已经够好了 谁让大连人员那么不吉准呢 或许,一方和未来的老东家万达会改变主意 天津泰达主教练施蒂利克,换帅概率33%目前 施蒂利克是否执教下个赛季还是疑问 据说泰达内部对他有质疑的声音 广州恒大主教练卡纳瓦罗,换帅概率33% 广州恒大失去联赛冠军,对于卡纳瓦罗的 执教是一个打击,此外卡纳瓦罗的 执教当地媒体也颇有为辞 不过卡纳瓦罗有保障性合同,所以 换与不换都有可能 华夏幸福主教练科尔曼,换帅概率20% 科尔曼执教之后,球队从倒数变成联赛第六 表现其实不错,而且科尔曼情商不错 华夏没有太大的理由换帅 北京国安主教练是密特 换帅概率10%,国安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换帅 施密特也还有一年的合同 当然,如果出鞋杯不夺冠 施密特的位置也没必就100%稳固 其他球队,田津全界已经换帅 新帅为崔康熙,上海上岗佩雷拉,江苏珠宁奥拉罗有 北京人和加西亚,河南建业,王宝山,广州富丽 斯托伊科维奇,重庆斯威,小克鲁伊夫 换帅可能性几乎没有 再来看两只神班嘛 勿看卓尔主教练李铁 换帅概率33% 不是卓尔要换帅 而是中超最佳半途教练也极有可能是最佳教练李肖鹏都被足鞋争掉了 中甲最佳教练李铁 被争掉的概率同样不小 要知道足鞋打联赛 不一定是一支球队 深圳加照业主教练卡� 换帅概率5% 换帅概率5% 也就是说 基本上不 换帅 再说 大零一方是前车之鉴